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台英说乐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乘风破浪的姐姐2》第十期 里面纳英祖演唱的那首《如燕》 首先我想说的是 这首歌 它旋律本来就非常好听 但是经纳英一唱 那就变成了侯侯听 更好听了 就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夸一下这个纳姐 就纳英的演唱真的是 就有一股鬼斧神差的成功 就再难听的歌 一到了纳英的嘴里 瞬间就会变得好听 也就是说再难看的媳妇 经纳英一打扮 还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美女 就这种功夫 一般人真的是很难打到 这是需要功底的 所以说你看 纳英他唱了那么多年 就是同时代的好多歌手 都被时代给淘汰了 但是纳英一直还在歌坛 屹立不倒 那么我们说到纳英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那个时代 其实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 当时是一个是纳英 一个是田正 田正纳英 你看在那个时代是两个想当当的名字 但是你看纳英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唱 而且越唱越火 田正呢 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 应该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了吧 所以说啊 这个长青术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长青的 还是要靠实力 好 那么开头呢 我们先夸一夸纳姐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歌 首先呢 这个版本呢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不是纳英 而是前奏的那几声滑棒吉他 特别抓人 这个滑棒啊 实在是太好听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那种懒洋洋的啊 慢条思理的 正好体现出了感觉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 就是思念如燕 就好像一位老人 在很多年以后 独自一个人坐在夕阳下 思念自己的这个 意中人 我觉得这个滑棒呢 就有这样的一种效果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感觉 跟我是不是一样啊 所以歌手还没开唱呢 还没开口 吉他先把这个意境给带出来 这个思念的意境 一下子就给勾出来了 那么说到这个滑棒吉他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想起 吉他大师 埃里克克莱普顿 估计很多人最早认识这个滑棒 可能都是从这个克莱普顿开始的吧 这里呢 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1992年 克莱普顿那场不插电演唱会 如果大家还是想再更过瘾的 听一听这个滑棒吉他 就那场演唱会 大家应该去听一听 龟石身拆 这个太棒了 好 那么至于演唱呢 周笔唱 吉他俊逸其实唱的也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纳音的声音 和他的那种沉稳 简直了 一开口 就让人感觉到 思念如焰 一下子就带到了那个意境中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 纳音的年龄啊 阅历啊 这是有关系的 感觉他就是 一字一字的 轻轻的 叙事般的 就把歌词给说出来的那样 感觉他不是在演唱 而是在述说 其实啊 有时候 唱歌就当你越放松的 越述说的这种感觉 唱出来的时候 越能够打动人 我觉得纳音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另外呢 在这一组的姐姐中啊 因为加入了一点点的和声 诶 歌曲的层次 旋律的层次 马上就变得 丰富起来了 其实在歌曲里面呢 和声没多少 但是呢 就这么一点点的和声的加入 诶 就够了 就比那种一人一句 然后呢 打齐唱 也好听多 其实 几个人在一起唱歌 我之前早就讲过 如果说两个人以上 或三四个人以上 要是没有和声的话 就是几个人的意义 实际上就不太大了 当然了 这个《沉默碰浪的姐姐》里面呢 有一些是演员嘛 你让她唱和声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歌里面 我们听到了 这种歌里面的和声 基本上都是周笔唱 在承担这个和声声部 虽然说这个和声不难啊 但是呢 唱和声 至少还是需要一点点 专业功底的 看来呢 这个 比比的这个 新海音乐学院没摆上啊 罗洪教授的学生 我们这都认识 罗教授 罗教授现在好像已经不在新海了 好像 我听说好像是去了 广州大学音乐学院当院长去了 然后呢 周笔唱的演唱 我们还值得关注的一点 就是最后一句 就当音乐全部都停下来了 只有人声 露在那里 大家可以仔细的再去听 那个声音 周笔唱在这里面 用的这个 混声弱唱 还是处理的相当不错的 本来呢 这个地方 编曲在 设计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 让所有的怨气全部都停下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本来 是要制造一个意境 一个非常有意境的结尾 但是 遗憾的是 这个意境啊 被现场的那些虚声 全都给破坏了 所以说今天在这儿 我还是要给这些听众上一上课 就听音乐真的是要有一定 素养 修养的 这是一个职业听瓜群众 听歌群众 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别的我们先不讲 至少就在音乐禁止的时候 就当乐队全部都停下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 乐队为什么要停下来吗 停下来就是给你们虚声的吗 No 那是给歌手留的党 意思啊 就是这里该歌手 solo了 你们倒好 拼命的在那抢风头 就全都在喊 一下子就把这个意境给破坏掉 我在前面节目中讲过好多次 这个问题啊 很多这个周比乡的粉丝啊 还以为 大家都在这个替周比乡打气 但实际上 就你们这么一喊 你们知道吗 BB又多恨你们 那么好的一个意境 就被糟蹋了 所以说听音乐啊 一定还是要有一点点素养的 所以以后大家一定要多听 游教授谈音说乐 另外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杰克俊逸吧 杰克俊逸的表现呢 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啊 唱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这首歌曲的混声处理上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就混声控制的非常好 就他的这个混声啊 就我们可以听 他既有那种偏假声的那种混的那种效果 但是呢 他本质 他的音色又非常的结实 所以他的这个声音的这种混声的那个力量 还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说这个杰克俊逸的这个混声状态啊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混声状态 混声效果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 比较好的更深的去了解这个混声的话 可以听听这个杰克俊逸的这个处理 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吧 一般我们听歌呢 往往是关注歌手 我之前讲过 我说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些歌曲的幕后 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 幕后的作者 或者制作人 或者后期的一些这种制作群 好 那么这首歌曲呢 词曲作者都是陈嘉明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 是新加坡的金牌制作人 也是一个词曲作者 这个名字我们之前经常听到 我们在什么乌启贤啊 徐美静啊 这些歌手的这个唱片里面 经常看到这个名字的 这个名字大家或许没听过 但是呢 他的歌我估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的 啊 写过什么歌 比如像那个 听过吧 这个城里的月光 然后呢 还有像这个 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很熟啊 阳光总在封印后 写过很多 啊 徐美静 大家听过这个歌手吗 啊 徐美静的很多歌都是 陈嘉明写的 啊 包括什么 蔓延啊 啊 什么都是夜归人啊 啊 等等等等很多歌 啊 也是陈嘉明一首 成功的制作 推出了这个徐美静 啊 那么这首 如燕呢 好像是十多年前的歌了啊 说实话 之前我还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 啊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哎 好像是2008年 新加坡的一个电视剧 啊 说是小娘惹的一个主题曲 啊 原唱叫 Olivia O.N.G 啊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不知道是不是新加坡的歌手啊 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之前 啊 反正我是没听过 其实歌谈的这种情况挺多的啊 就是原曲出版了很多年了 哎 一直就没火 突然在某一天 哎 某一个节目 啊 歌手自己还不知道呢 突然一下子就火了 而且呢 往往翻唱比原唱唱得更好 啊 这种情况挺多的 啊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 呃 流浪记 我们大家听过这个歌没有 啊 这个原来在台湾 其实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 传唱了好久了 但是呢 真正被大家所熟知的 应该是杨宗伟吧 好像是 啊 在歌手节目中唱的 好像我记得 啊 一下子就这个火了 啊 还有一首 比如像这个南山南 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歌是张磊的演唱 是吧 啊 原唱是一个民谣歌手 是马迪 啊 但是呢 说实话啊 从演唱上来说 张磊确实比马迪唱得也好 啊 所以说这个 有时候一首歌啊 本身的旋律它固然很重要 但是 一个歌手 他可以成就一首烂歌 同时 也可以毁掉一首好歌 所以一个好歌 一定要找一个 好歌手来唱 这个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啊 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曲呢 在纳音的带领下 我觉得是为这首歌曲 更添了很多彩的 好吧 那么今天呢 这首歌曲啊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